大家好,欢迎来到惊悚海底世界 在今天的视频中,我们将探索海洋的神秘面纱 揭示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十大海洋发现 准备好与我们一起踏入这个神秘而令人着迷的领域吗? 那就让我们开始这段惊险、刺激的旅程吧! 如果你是这个频道的新观众,不要忘记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 在视频开始之前,请点个赞吧! 第十名幽灵船的诅咒 在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中 我们将深入探索传说中的幽灵船、黑银号的诅咒 据说,这艘传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带来了不幸的灾难 每当有人接触到这艘幽灵船 他们都会遭遇到可怕的命运 这个传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一个被称为黑银号事件的神秘航海故事 根据史料记载,在19世纪的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黑银号在海上失踪了 据传,船上的船员和乘客都化为了幽灵,开始在海洋中游荡 是那死以后,任寒接触到这艘幽灵船的人都会遭受到不幸的命运 甚至有人声称看到了幽灵船上的幽灵船员 你相信幽灵的存在吗? 请在评论中留下你的看法 第九名会发光的生物 想象一下,你在海洋中游泳 潜入水下,突然看到这个生物盯着你看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背下的要死 特别是他的眼睛看起来非常可怕 但幸运的是,这种鱼子存在于太平洋 印度洋和大西洋中在61米深的水域 它因其独特的身体形态而得名 据说有多个不同的物种 平均长度在9至15厘米之间 由于它属于夜光鱼类 它还具有发光的生物特性 通过化学反应产生光亮 第八名深海巨兽的崛起 在这个惊悚海洋发现中 我们将渗入探索深海的黑暗深处 探寻一种令人恐惧的生物 深渊巨兽 这些巨大的生物身形庞大 身上覆盖着厚实的鳞片 有着令人胆寒的外貌和恐怖的力量 那是一位勇敢的潜水员的真实故事 它在一次深海探险中 亲眼目睹了一只深渊巨兽的出现 这位潜水员描述了巨兽的体型巨大 除有数十米长 像一座一栋的山一样令人惊讶 它感受到了深渊巨兽的气势 那种无尽的黑暗和不可预测的行动 让人不寒而栗 第七名海底塑料袋的神秘飘移轨迹 明2019年 维克多维斯科潜入海洋底部 创下了有史以来无人潜水的最深记录 它到达了马里亚纳海沟的最低点 巨幸深达11公里 这对于维克多来说是一项新的成就 但它的潜水探险也导致了四个新物种的发现 在这个深度 一片漆黑 使这个地方变得真正恐怖 不幸的是 还有一个坏消息 因为它在海底发现了一个塑料袋 这些垃圾是如何到达那里仍然是个谜 但看到人类的行为如此无人海洋 真是令人心痛 第六名鬼影迷踪 接下来 我们将带领进入一个充满神秘气息的海底洞窟 探索一位勇敢的探险家所经历的诡异事件 这个故事讲述了他在探索过程中 感受到了洞窟中的鬼魂存在 令人毛骨悚然 当这位探险家进入海底洞窟时 他感到一种奇怪的含义 仿佛有无形的眼睛在注视着他 他开始听到不寻常的声音 如低语 脚步声和奇怪的呼唤声 他还目睹了一些幽灵般的影子 在洞窟的黑暗中飘忽不定 这位探险家的故事引发了人们对这个海底洞窟的许多猜测和传说 一些人相信这个洞窟是灵界于现实世界交汇的地方 而其他人则认为这里隐藏的古老的神秘力量 无论真相如何 这个故事令人毛骨悚然 让我们重新思考海洋中的超自然存在 第五名海底世界神秘的声音 1997年 一位名叫亚尼克的水下录音专家 在加勒比海某处进行了一次神秘的录音 录音听起来像是这样的 后来科学家发现 这个声音的震动甚至被太空中的一气所察觉 有人猜测这可能是由于一个巨大的海洋生物所造成的 他们将这个声音与之前记录的海底火山的声音进行了比较 然而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个声音是由洋流汗水流的循环所引起的自然现象 它被称为海洋呼啸声 许多人认为这个声音是他们听过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声音 而且谁知道 也许在海洋中确实存在着巨大的海洋生物 尽管我们尚未发现 毕竟 地球上80%的海洋从未被人类见过或绘制过地图 第四名沉睡的城市 在大西洋的深处 据说隐藏的一座已经沉入海底的城市 这个城市的废墟被称为沉睡的城市 它的消失引发了许多神秘传说 和令人难以自信的事件 根据古老的传说 这座城市城市繁荣复庶的 拥有壮丽的建筑 繁忙的码头和充满文化的社区 然而 一天 这座城市突然消失了 沉入了大西洋的深渊 人们对于这座城市的消失 产生了各种猜测和传说 有人认为是自然灾害所致 也有人认为是超自然力量的作用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 第三名湖底诡异的海怪雕塑 有一天 一群潜水员在瑞士的牛池保湖探险时 突然遇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雕像 虽然它不是真的海怪 而是一个雕像 但无法否认它能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不指的是这个雕像有尖锐的牙齿 黑色的眼睛和瑞丽的鳍 这个海怪雕像位于湖底 如果你想去潜水并且不了解它 那可能会让你毛骨悚然 海怪雕像之所以存在 是因为它是为一部名为 谢普海怪假期的电影而建造的 由于雕像还站在浑浊的绿色水中 它变得更加令人毛骨悚然 你们觉得呢 第二名变异的美人鱼 这张照片在2018年开始传播 声称一群渔民捕获了一只变异的美人鱼 许多人很快被说服 并认为这可能是一只真正的美人鱼 然而我在照片上发现了一些奇怪之处 其中有一把神秘的哨帚和一张桌子 一些人声称他们是在印度尼西亚被捕获的 而其他人则说他们被一场风暴冲到了中国 然而 其中后真相揭晓 实际上它是一件印度艺术家的文化作品 是艺术学院展览的一部分 该展览只在增强人们对自然的意思 尽管它是一个伪造品 但创作者应该受到认可 因为这个人鱼看起来非常逼真 第一名海归墓地 海归墓地位于位于巴哈尔岛附近的一座海岛上 是法国研究员古斯托的又一次发现 这座墓地充满了无数海归的骨骼和海骨 它位于一个水下洞穴中 这次探险被记录在一部纪录片中 古斯托当时解释说海归们进入洞穴 是为了和平离开这个世界 在2019年3月26日 菲律宾研究员乔布斯·谢尔加尔再次发现了这个海归墓地 但他提出了一个科学解释 穿海归们进入洞穴 是为了找到一个呼吸的地方 然而 这个洞穴被认为是一个神秘的地方 也被称为迷宫 里面有多个房间和通道 很容易迷失方向 因此 海归们可能迷路了 无法返回水面 如果你认为海洋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地方 请在评论中给我留言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点个赞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